这种人反而会得到器重的 这种人通常具备领导力 具备项目管理能力 不但会得到器重 而且他的晋升会平步轻云 有些人就是累死累活 拿不到多少奖金 但有些人却很轻轻松松的 拿到更高的奖金 还得到领导的认可 这个你不要觉得不公平 你累死累活 你最终也只有两只手和两只脚 你都在用你自己的力量 你有些人呢 你看他不是那么辛苦 顺风顺水 但是他拿的结果还比你好 那是因为人家懂得借用资源 你比如说 我就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你就要策划公司的一个团队的活动 公司说这个事情你负责 结果呢 你从头到尾 找会场到采购 到活动的安排 到对接 你是累死累活 都是你一个人在干 你的结果一定不会太好 但是人家另外一个人 他就知道找哪些人 我找能力资源 我让他去负责一个事情 他负责跟各个部门的对接出节目 然后呢 我找行政部门 那个谁小李同学 让他负责会议是酒店的预定 然后呢 我找财务部的一个同学 让他去负责采购 那你做好分工 你最后成为一个项目负责人 你会发现每个人只做那一件事情的事 你通常能做好 因为你这是让他做他自己擅长的事情 所以你说 你还觉得不公平吗 其实这种人都是反而会得到器重的 因为这种人通常具备领导力 具备项目管理能力 不但会得到器重 而且他的晋升会频步轻云 而你这个死干活的人 你还觉得公司对你不公平 实际上是你的思维还不够开阔 你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格局 为什么我会跟很多职场人说 无论你今天做不做管理 或者你未来准不准备做管理 实际上你都要有一种管理思维 这个管理思维不是说有人给你代财 叫管理 是你要学会去整合资源 利用资源 推动影响别人的能力 当你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管理能力 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而且老板还觉得